33章 各种炫耀 墨天哥瞟了一点桌上的清真鲸鱼,一下没了胃口 怎么敢劳烦姐姐,我们家虽不比真姐姐家那么大,可不管哪里,都有我们家派出的分行 真姐姐想要什么新鲜的货色,也只管打招呼,不用客气啊 说到此,两人视线相对,活光似简 我们家什么没有,哪里需要晚妹妹这般操心 真姐姐一年都没换几件衣服,还都是好几年前的颜色款式,妹妹见着了,自然要多上新点 两人越从越近,目光透着很利 这一桌坐得偏下,这两个修士皆是恋气底子,也是由普通女弟子接待的 那女弟子还是个小姑娘,见着两人眼里完全没别人,抖抖索索的,不敢上前劝话 墨天哥见状站起身,走到玄清门的小姑娘身边,将酒杯轻轻割下 发现了她的到来,这两个女修终于停止了护人眼刀,将目光转过来 看到她是猪鸡修士,连忙露出笑容 这位师叔 墨天哥抬手,致指两人行礼,笑道 两位姑娘,招待不周,还请见了,我敬而为一杯 注鸡修士敬酒,他们粉感推辞,当下起身,各自隐了 墨天哥便又笑笑,拍拍站在她身边的小姑娘的肩,示意她坐下道 我这小徒孙,不到会说话,还请两位姑娘多担待些 帮忙招呼别人,先行谢过 一杯引尽,墨天哥向他们最后示意了一下,转身回去 身后那小姑娘小声唤道 多谢师祖 听到这个师祖的称呼,那两个女子都是面露迟疑之色 终是低声向那小姑娘问起她的身份,不再彼此冷嘲热讽 墨天哥回了自己的位置,疲惫地按了按脖子 这些所谓的仙子,跟凡人女子差别也不大嘛 相处起来,可真累 墨天哥在这边脖子还没扭完,就有静和道君的侍女名下过了长话 墨师叔,师祖请您到大殿一趟 此言一出,墨天哥立刻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虽然大事上,他那个便宜师父是不会出什么岔子 但这会儿,大事已经宣布完毕 他家师父估计又恢复那老不正经的性情了 墨天哥想也不想就拒绝 这边的事情暂时放不开,你帮我回复师父,有空再过去 淋下一脸,师祖果然没料错的表情回复 师祖说,如果这边的事情暂时放不开 就让我在这里定替师叔,到师叔回来为止 墨天哥文言很无语地道 既然如此,那我就过去了 从女修所在的片殿出来 墨天哥整了整一容,这才迈步往大殿而去 还未等走到大殿,就可听到各位原音祖师传来的放声大笑 虽然不知道究竟在笑什么 但是墨天哥还是从笑声中分辨出了得意 复合,勉强等等情绪 到墨天哥走到大殿门口,还没来得及进门,就被各位原音祖师和其他门派来喝的几位原音修士锁在了视线中 好在此时,练神诀,也是列有小成 在众多原音修士不自觉的威压中 墨天哥尚能保持站点 稳步走到大殿中道 见过师父,见过各位前辈 静和道君显然很满意他的表现 一招手,以从未合跃的慈爱的声音道 天哥啊,过来 墨天哥乖巧地走到静和道君身边站好 历时听到一个如黄银出谷般的女神娇笑道 静和道兄,你这徒儿,不过筑基中起 在我们这些人的原音修士面前,倒也落落大方 我们先许弱,只是筑基起,倒是做不到这般 天哥听着这明保暗扁的说辞 瞬间明白了师父把自己叫过来是干啥了 偏天的女修们在炫耀自己的资质,运气 炫耀自己的衣食,灵气 在自己看来与世俗女子并无两样 大殿的原音修士们,却也丢不开这世俗里带来的喜气 都是原音,资质运气,法气啥的都炫耀不了 于是,只好炫耀自己的徒弟 果然就听一个光头的原音男修笑道 由马玄英和秦守静,给静和道兄撑着场面 静和道兄收起徒弟来,自然要比我们随心所欲的多了 莫天歌听着别派原音修士,你一句我一句的,把他损来损去 却又一句也反驳不得,真个叫人气不大一处来 在众人都看不到的方位,莫天歌甩了自己师父一个白眼 接受到自己小徒弟不快的眼神,静和道君,才终于高兴了 摆出一幅毫不介意的笑脸道 却不知道你们谁家的徒儿,筑基出奇,就敢单挑五戒妖兽的 殿上安静了片刻,之前那女修道 但我听说,却也还是你那刚刚结阴的守徒玄英将那五戒妖兽击杀了呀 那就说,你们觉得你们谁的徒弟,在筑基出奇 就可以独自一人从五戒妖兽眼皮底下,全身而退的吧 死言一出,果然没有人再出言 静和道君却又摇头晃脑地叹息道 我叫希尔,虽然天资聪颖,悟性其高 但是灵根也并不出众 收割好灵根的徒儿,一直是我毕生所愿呢 穆天歌立刻感到众位原因修士的神石,往自己身上一探几指 偷偷扯眼观去 历史看到其中几位原因修士面露疑惑 另外几人则是不以为然 道众人这表情隐隐透出了,静和道君才有叹息道 我自身便是丹灵根 如今虽是原因中起,却也没觉得丹灵根就真的更能沟通大道 收到天歌这个徒弟,倒是可以一节我心中所获 毕竟,上古大神通修士,无不遵混原灵根为罪嘛 更可喜的是,我这徒儿,性情,气度,悟性,道心,无一不是上家 届时应该能比各位的爱徒早一步得逞大道啊 说完笑咪咪的神情,便做得意的大笑 莫天歌站在一旁,看着自己师父毫不掩饰的得意 内心一阵狂憨 若不是后年那句话,只怕会被人误以为是在做梅呢 这时,坐在大殿靠大门外的一位全身黑衣的男修,口气懒印的道 便是真有泰国时期极佳的混原灵根,没有混原功法 静和道兄想要一场所愿,只怕也并非一事 静和道君不以为然的一挥秀 你们天道宗没有,不代表我们玄清门没有 我玄清门开山立派以来,其人一时,不知凡几 区区一个混原功法,倒也不在话下 只是这几千年难得一遇的混原灵根,那就是可遇不可求了 化到了这个份上,莫天歌已经微垂严谨,立在一旁张死 听他家师父把混原功法说成区区一个,也一点不觉得一分填膺 反正这位师父脸皮厚着呢 这话落了,唐门别派的原音修士,倒是真的没了反应 而前段日子,刚与静和道君打了个灰头土脸的镇阳道君,却狠狠地冷恨了一声 只是其他各派坐在大殿内的原音修士,各个面色不渝 玄清门玄音道君,进阶元音,各派起来祝贺 一则是为了日后的友好相处,二则也多少存了些打听玄清门实力的意思 如今却送上门来,被一个驻姬中期的弟子给噎倒了 众人看下墨天歌的眼神,便多了许多的寒意 只是,一静和道君那护短又世杀的脾气,却也不能争拿墨天歌怎么样 墨天歌感觉到店内温度一低 接着就听到门内妙一世书温润的女神轻笑道 这筑基到结丹,到原因在化神,才可算真得了大道 便是在座的各位,尚且觉得大道之玄妙 天歌的路还长着呢 此言一出,大殿内顿时气风缓和了许多 静和道君得意够了,又有妙意道君给他打了圆场 心里受用着,干净一副两耳不闻身外事的模样 闭眼享受身侧侍女的捏肩垂背去了 恰子此时,却见名下从侧门溜了进来 神色紧张地,细声对墨天歌禀告道 墨师叔,片店那边,有几位师姐打起来了 墨天歌一皱眉 我走时还好好的,这是怎么回事 又一抬眼,看了看静和道君 静和道君明显已经炫耀够了 一抬手漫不在乎的道 这种事情,但凡大爷,必然有的 且是处理好就是 虽然片店内的事情也是个麻烦 但也比站在大店内给各位原因修饰当靶子的好 墨天歌连忙一几里 师父,徒儿告退 转身就从大店侧门溜出去了 刚刚炫耀完毕的静和道君,心情显然甚好 对墨天歌这般明显的开溜,也只是一笑作罢 却说墨天歌从大店一路急行 冲到片店时,满以为会看到一片狼藉 结果,处于片店中的各位女修 明显比他更会处理这种事情 店中两位正法宗的女修 与一位不知道哪个门派的女修站成一谈 三位女修的战场被其他人围在中间 之前每个御庵距离相当 此时却明显拉开了距离 而其他御庵则已被各个御庵之上救责的各位 开启了各式各样的防护 玄清门负责这间片店的四个恋情女弟子 缩在角落急成一坛 看见墨天歌进来,忙从那边一涌而来 墨师祖,墨师祖,这个如何是好 墨天歌揉了揉眉心 且说说,是怎么打起来的 之前得了墨天歌关照的女弟子 忙亲生回道 本来正法宗的两位师叔 只是言语上的一些冲突 结果,正法宗其中一位师叔夹了菜 给另外师叔,说那菜大补 另外一位师叔不受 两人推来辞去 一个不剩,便将菜给打翻了 污了那位师叔的衣袍 那位师叔,也不知道是哪个门派 长得秀气,脾气却极为火爆 根本没有开口,就动手将正法宗的师叔 一掌打飞了 名下师叔,看已经动了手 便说去店上请墨师祖回来主持 这个偏店的女客全是身份普通的住基女修 陪左之人也都是一些普通弟子 只有她身份最高,不怕得罪人 然而名下怎么说,也是原因阻止的贴身侍女 怎么可能连这件事也不好处理 分明是不想出头 但名下有什么小心思,她也懒得探究 总归这些侍女如今不敢对她不敬就够了 墨天歌往战场中看去 正法宗的两位女修 一个住基中期,一个住基初期 而另外一位看不出门派的女修 却已是住基后期的实力 正法宗的两位女修 虽以二敌一,却手法深嫩 那不知门派的女修 却是招招杀招 竟一直将正法宗两位女修 打压得处于下方 本集播剪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